慈雲山中心 不過我的目的地就不是這裏 我就打算來慈雲山走個圈 看看有什麼 晚一點就打算去黃大仙那裏有個花燈展 都若果不斷看一看 手機先生 華潤堂 優品360 Penet Shop 裡面有些食肥 萬寧 豐澤 看見下面也有一些攤檔仔 看見上面其實都 天花板的樣子,那個位置都挺漂亮的 好了 上面有些什麼salon 有些什麼生活百貨 但就不特別拍了 因為今天這段片的主要 都是打算拍攝慈雲山的街景 看看慈雲山有些什麼 另外這裏 這個位置都挺漂亮的 你看看 這個是慈雲山中心 好了,我們就出去了 其實大紅約幕有一個小時左右 我特意早一點過來 就打算拍攝慈雲山 然後再去黃大仙 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因為大部分地方我都沒有去過 慈雲山我只是去過一次 純粹去別人家家 別人去派對 這次就 想過來這裡 看看 到底有些什麼 首先 商場 一到來 就看到有些巴士 5C 應該是去尖沙咀的 116 就過海了 這邊看不到 不要緊 我們都順便在商場外圍 看看有些什麼店 慈雲山中心 潛雲山中心 就是領展管理的 這裡有供茶 還有一間 Fitness 庫城地產 7 116 原來是去側如蔥 匯豐 有間叫熊貓小雲吞 聖安娜 聖安娜 PHD 曾仙 有麥當勞 這個角度 比較方便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車 116 就去側如蔥 3B 去紅磡 3D 去圓文坊 5C 剛才拍了 去尖沙咀 都方便 好看 如果想要有多些車的選擇 就可以搭回小巴 去 黃大仙那頭 黃大仙就四通八達 想去哪都行 稀 好 好 那,就一旦看看 旁電路 上邊就有條 行人天橋 就可以通往上一級屋邨的位置 首先看一看這條街的街名 這裏叫惠華街 對面叫雲華街 這裏有一條行人天橋 就可以直接進入商場裏 這裏好像叫慈愛 那我就由這條商場的街道開始走起 那我也是想著隨便走兩個圈 這樣約摸 拿一個想法到底 這裏有些什麼 起碼我們知道了 這裏有屋邨 有商場 有巴士站 這裏又有小包 這裏是19S 就是去鑽石山的 那37A就先回黃大仙 這裏有個牌 對啦 37A 那裏外面就有些的士 另外見到有個紅汽車 在旁邊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紅汽車上來的呢 19S去鑽石山 那裏還有一部 還有一部 19M 這裏 你看看 這裏有73 就可以去有一成 那這裏19M 是去哪裏呢 看看 19M和19S 都是去鑽石山的 19M 潮雲山中心 原來不是尾站 只是經過的 好了,繼續走 OK,73 剛好就見到有一輛在旁邊 好了,繼續走 其實為何要知道有什麼車駕呢 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裏 看看這一區的周邊的時候 其實是 都想知道怎樣來的嘛 那你見到這裏有什麼車的話 就會知道有什麼車可以來到這裏 亦都可以知道怎樣回家 那這裏有兩條路 那就走這條吧 那這個花燈會呢 就六點鐘開始 那現在就四點四十三 那我大約有一個小時時間 可以explore一下熱區 好,其實我旁邊是什麼地方呢 那是另外一個屋苑來的 那這裏叫慈安苑的安恩閣 那這個地方 這裏叫慈安恩閣 那這裏叫慈安丸 那這裏叫慈安圓 那這裏叫慈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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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丸粉里面有牛丸,公丸粉也有公丸 慈云山就有... 好了,太烂了,这个gap不讲下去了 先看看,这里有一条路叫慈云山道 大家一看就看完,都是屋邨为主 我就向上走,好像八字形那样 一边,兜个圈 再看一次路牌,维华街 这里上去,应该是可以兜一个圈 在那边下来的 我这条街又走过一次 可能我都会继续上来 一路继续走回... 走回这边下来 其实这里有个小地图 就快要过马路 不要紧要,3秒 1,2,3 可以走走 可以走走 再走走 在佐敦道,佐敦道就在佐敦,這句話蠻廢的 走到半路看到有個遊樂場,慈雲山村中央遊樂場 今天就不會特別走這個遊樂場 就這樣讓大家看看有什麼設施 繼續走 我見到有些長者設施,有兒童遊樂場設施,有個球場 球場似不止一個,只是有個籃球場,也有個足球場 有個2F去哪裏呢? 慈雲山和長沙環 3M 3M 不是出口罩那個 去採雲的 OK 那就不斷繞繞圈 其實看一看這邊,球場都很濕,很明顯是剛剛下完雨 這裏就會比較清晰,可以看到球場的景色 好,繼續走 就看一看這裏 這裏就有個叫做慈政村的服務設施大樓 不知道有些什麼呢? 繼續走 看來原來慈雲山都有幾條村 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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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池云山有池外縣 如果继续直行,仍然是池云山道 走到尾都可以继续直行 但这条路就远离了我原本想走的通道 所以我就在这里走下去了 今天就浅游池云山 看过我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都很喜欢逐条逐条街拍摄 逐条逐条街拍摄 始终我第一次来 没什么准备过 来视察一下环境 通常我都是 随便走个圈子 做个walkthrough 先视察一下环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告诉我 等我可以再来这一区 再拍摄仔细给大家看 这个位置 就比较清楚 可以看到那条行人天桥 这里可以继续上 上完之后 这里继续上到几远 都去到很多地方 持游山的不同地方 继续向下走 再拍摄 又回到维华街 这里就是池云山中心 我会多走一折 走这边 这边的行人路很窄 我先过一段变马路 有人吃烟 有点麻烦 MICHAEL 这段路刚才已走过一次 所以就走快兩步 就要離開這一區 離開之前再拍一次巴士站 好,繼續走 繼續走這邊 剛才是走入面的 這次走出面 原來有一輛N3D 原來也有N車 N23 東沖站這麼厲害 那就好遠了 因為有一輛A23 是機場的車 通宵沒有車就有點麻煩 將軍澳都有通宵機場巴士 不是很密 只有幾輛 都叫油先 再看一次的地圖 我們就剛剛繞了一圈 在磁雲山村中央遊樂場裡繞了一圈 只要看地圖 其實有很多行人天橋在中間接駁 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位置 池諾村 一二三旗 池外園 那些都有電梯可以接駁 好,繼續走 不是扶手電梯 是由行人天橋去接駁 說錯了 大熊現在便慢慢下山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留意,这里也有升降车 可以上到上面的樊仁天桥 去到对面马路的屋邨 回马线 你觉不觉得这辆巴士很3D? 对,因为它是迟云山的 是特别3D 大虹就不用戴3D眼镜 也看到它是很3D 这个位置有个防协标志 香港所有的公屋都是防协起的 防处和防协有什么关系? 应该防协起 防协起 不好意思,我不识分 识分的网友 请告诉我 多谢 我们还在潮云山 有点惨 它软了 不知为什么 不过 无论它软还是直 我们都不会歧视它 我们都会尊重 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叫做 殷华街 其实里面就是屋邨来的 没有特别 不用特别进去看 这里有一间 德爱中学 这些19S、19M 刚才都是 有Explorer过的车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 去了总站 看看吧 因为一般来的总站 就是有最多的车 可以看的 现在是5C 大虹就看到这里 比较多学校 这个像是协和中学 那里有一间 救世军 波维 波维康中学 那么怪的名字 什么叫波维康 那么怪的名字 那里面也应该 还有其他学校 但是我就不进去看 这边还有一间 慈云山天主教小学 那我就 转进去这里 这里叫做 旭华里 旭华街 那我就看到 对面马路有 有少量店铺 那一会儿看看 有没有机会 过到马路 看看吧 这里有E车 E23A 不是车三用那些 那些 再看一看 3D 去玉门坊 有的2F,去慈雲山北 这里就开始看到有些店铺 稍后才过马路,我前面才过 这里就一直走 黄大仙鸡翅尖 有一间狗睡 有齐柏林热酒 热酒挺好吃的 可以懲罰一下它 八道餐厅不知道是什么 洗得起就是洗衣店 有一间salon,地产 有茶餐厅,护露苑,麦当劳 有家品店 就进入这条街看看 看一看 有茶餐厅 有茶餐厅 这里有一间卖粥的 BBQ 吃串烧的家 看看 有一间西伊 大堂食甜品 蔬果杂货店 有地产 有间就是 卖电脑的 维修电脑 那就是salon 这里都没什么看 那就是走回头 那就是走回头 这里叫蒲景里 这里就有一间打冷 一间 以为是出来泡的地方 都照样看一看 车仔面 茶餐厅 麦当劳应该是两边都通 对面街 和隔壁街 这里就天马茶餐厅 两三碗饺子 挺有趣的名字 海福堂 影印竹帝 这里有个商场仔 华丽商场 比较平民的感觉 和兴地产 那就不特别行商场了 这里就叫蒲英里 有没有蒲公里 有没有蒲公里 有没有蒲公英里 有没有蒲公英里 泰一楼 吃泰国菜 这里还有一间 不知是 泰厨 什么 泰厨房 护老院 那些 没有人看 这个位置挺有趣的 蒲英里 在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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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村 西村 就吃西村食物 重庆 鸡煲专门电视幕 法际腸粉 粥品 好像挺好吃的 看一看 20元 17元 10来20元 都有腸粉 吃的了 这个是蒲行里 这个蒲行里 没什么看 都是下大街 都是下大街 有一间 理发店 这里是慈兴士多 就华兴五金 这间是吃蛋糕的 挺漂亮的 二十多元 就有件蛋糕 好了 继续走 炎萌鸡 炎炎鸡 切裂鱼柳 这些套餐是R−42 Quran 还等於灌档 Timothy cela需要 指包饮品 那些是某某某量犯茴 這裏叫池牆商場 感覺沒什麼看 有涼茶店 有些工程 葡田里 葡田里,這麼有趣 這個名字 告訴大家,我去了葡田 原來不是去東京 只是來朝雲山 葡田里 太陽很厲害 這間很厲害 現在要重手懲罰 時代冰室 大熊也吃過幾次 時代冰室是 好東西來的 我覺得便宜 賣凍肉的 茶餐廳 又是惠康 這裏是桃衛里 有間Salon 胡露苑 下面有一間日本菜 叫南北 有間文具店 那我就要過對面馬路 因為對面馬路 還有很多店舖 橫街是沒有走到的 剛才 這裏就賣菜 心賣雞蛋 賣雜貨 Salon 茶餐廳 這邊很旺 這邊很旺 這裏就像是街市 前大媽 茶餐廳 燒納 這裏就賣魚的 這裏是中醫 賣新鮮肉的 賣蔬菜 賣水果 芝王香印 98元 如果真的是芝王便要划算 如果真的芝王便可以便宜了 芝王是 江山才用得的名字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江山這個地方比較少下雨 所以是全日本下雨最少的地方 所以就叫做晴王 因為經常有太陽 這裏非常複雜,很多人 黃金桃,很便宜 黃金桃,很便宜 另一條橫街呢? 有一間魚蛋粉 開鎖,Salon 還有一間叫做慈興士多 百號甜品店 我走上一點 應該還有一條橫街 但這條橫街,不知道有沒有東西看呢? 都有的,好 好,只有這三條橫街 這間就賣雜貨的 這間東南亞雜貨 這是什麼心田? 不懂得讀 三點水的心字是什麼字? 賣海鮮 這裏賣水果 旁邊都... 非常感情 旁邊都裝修得... 裝修得很漂亮 有些... 有些假花 冷氣機滴水 冷氣機滴水的問題 全香港18區都有 有些人 就一定要習慣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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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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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長時間 很多休息 二月 就很旺 今次第二次,影片斷了 月餅賣,三十多元一個雙黃白蓮蓉 淨豆沙二十三元 繼續走 這邊是慈雲山商場的另一邊 其實你看見我走出這麼多路,回來還看見他 就可以想到這個商場也不小的規模 趁美過得馬路看一看有什麼店 到頭,松稽甜品,一心竹品,八方雲集 這是珍珠奶茶,包點先餐,燒賣王子 朝成丸就是吃正宗手打牛丸王 看不到在什麼縣 好,可以走 玉華里 這裏就是我剛才走完那條街 玉華里 池雲山,池雲山中心 上面還有很多東西走 我看見人流都很旺 我看見人流都很旺 好了,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裏 我會由這裏走回去黃大仙 那裏就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